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第一站是戴星文大桥 刚刚一聊才知道原来维尘就是Uniway 1.5T的车主 当时怎么就决定买这款车了 因为第一眼看到它的颜值太喜欢了 有四处的排气 还有溜背的造型 对 我也特别喜欢Uniway溜背的造型 而且它还有一点特别吸引我 就是动力的平顺性 你看咱们市区走走停停 完全没有顿挫的产生 而且油耗还低 这个表显油耗现在才七升每百公里 戴星文大桥 桥体有七十二孔 蜿蜒曲折呈S型 在桥上远眺太湖 彩天地之灵气 那八方之胸襟 无需多余滤镜 随手一拍 每一帧都满意着清新文艺 打开ACC自身悬航后 我便能腾出神去欣赏两侧风景 Uniway的辅助驾驶 真是我缓解贫劳的力气 虎丘山被誉为无中第一名胜 一会儿咱们可以去登虎丘塔上二仙亭 这段山路我已经把车辆调成运动模式了 该说不说它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138千万 胎者真的很有底气 而且双机后备显箱换挡特别机敏 手起刀落的那种感觉 我真的太喜欢了 而且刚刚几个弯道 我特意没有把速度降到很低 你会发现Uniway的底盘特别的整 尾部跟随性也很好 所以山路穿梭间可谓游刃有余 咱们的身边啊就是虎丘的剑池 那从上面看呢特别像一把平铺的利剑 而且你们看剑尖的位置 是不是与Uniway三角形能量追体有相A4呢 真的锋芒并物特别好看 烟雨的苏州气温骤降 此时打开座椅加热 让温暖环绕全身 而在炎热的夏日 它还有通风功能 真的是怕热心人的福音 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 我们正在赶往七里山堂的路上 正好赶上苏州的晚高峰啊 不过呢Uniway开起来真的是很轻快 油门也跟脚 所以即便路上很堵 但驾驶着并不闹心 它的舒适性也非常的不错 对对对 其实这主要是那个悬挂的功劳 Uniway的悬挂调教属于软硬势中的 很有韧性 所以在化解路面一些细碎颠簸时 做得非常到位 今天路途比较远 我给大家准备了 里面的名词和必需品 你这太修道了 得亏咱这车啊 储空间大 不然真够呛能装下 欢迎兄弟电视世界 是国内首个以自持华语IP 为主题的电影小视频大型文化体验项目 同时呢也是最近热映大片 敌人节通天帝国和八百的拍摄地 那刚刚我们玩了一圈 真的非常震撼 尤其是站在徐克导演赤巨资打造的通天浮屠下时 能更真切的感受到女帝当年的危言 那其实这些电影或小视频呢 都可以通过优逆威车机内集成的优质APP资源 进行播放 再搭配上索尼高级音响 效果啊丝毫不比电影院差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两天的行程就这么结束了 那大家玩的怎么样 跟大家一起啊超级开心 而且我之前还担心优逆威毕竟不是SUV 能不能胜任外出旅行 没想到整趟往下来都非常的惬意 它的大空间和各种实用性配置啊 像无线充电与硬交互这些 在游玩场景下利用力都非常高 是的 我现在都可以回味它 澎湃的动力和辅助驾驶的出色表现 有没有发现它的颜值超赞的 路人都在看它 是的 优逆威这款车啊 真的既适合日常代步 同时呢 它也是一台郊游的好伙伴 也许SUV在通过性上有它的过人之处 但是绝大多数场景下 优逆威都是稳妥靠谱的优质之选